文章老师 接下来我们第三组派出的是 安三 宋晓风 江洋洋 小如 文松 来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宋晓风 一 二 三 加油 加油 走 自己感觉刚上场的时候还可以 拿来 打你了 打你 你老变成这吃饺子 怎么能够是挺无限 后期节度也不能太好 我总算是我吧 我觉得还可以吧 平时采牌的时候 练的时候比这个效果好 没达到预期那种效果 可能是紧张啊 或者是等等各种因素吧 导致这个作品没完整好 期待我比赛吧 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月初 制作者 览拒 这点还停了你 比赛 这点还停了你 比赛齐哦不齐错 来来来来 把一起齐错来 来 一 二 三 四 老板欠钱就不给 神龙见首无见尾 他说这活干的真后悔 真后悔呀 真后悔 真后悔 我给王老板那吃工 干个活 你说我这活干完事了 他的钱也不给我 你多欺忧人厉 你说我要是有赵文卓那身手 他敢欠我钱 没办法 到了 不行 我还是被敲 上几回我上他家敲文 他也不够开呀 我明明我知道他在家 他在屋里有吃有喝 我在外边又冻又饿 这回我学间了 这吃的呀我都带来了 今天呢我在他家门口 我给他来个坐吃等死 也不对 坐吃死等 这不对呀 头两天我来踩点的时候 还浪漫漫屋呢 这两天都变成一无所有了呢 牧匪贼走漏了风声 不能啊 这活我一直当干呢 不行呢 腿不足空我还得找找 哎呀 啥玩意这是 马英龙 是这错的 我也使不上啊 不行 我还拿着吧 万一以后我得这病 留着备用吧 是不是 哎呀 哎呀我发现我替我吸眼啊 我可不是一个笨贼啊 不行 死地不会久留 我得赶紧撤 哎呀 王老板哎呀王老板 哎呀 哎呀 你赶紧把那钱赏我了 我救你了 是什么呢 纠缠着我 哎 王老板 王老板呢 你能不能看错说话 你不是王老板呢 你看我还以为你是他呢 我还以为你要逮我呢 啊 不是我还以为你要饿我呢 没有没有 哎 哎 那你不是王老板你在他家你是谁呀 我 啊 我知道了 你是他家亲戚吧 哎哎哎哎对对对对亲戚亲戚亲戚 好 好 我有事 行行行行 行行行 哎呀 可开门了 那个 那个 表哥 我算这趟来呀已经是第八趟了 你说你 表哥你听我说话呢 啊 听着听着听着 你瞅啊 瞅着 你精神急动点行吗 急动了 表哥 我告诉你咋个事吧 你说我给你那个表弟呀 干活 干了一春到八夏 我这活给他干完了 他不给我钱 他有钱他不是没有啊 他就欺负我呀 你知道吗 哎 你说我找那些工人天天跟我要钱 这严调都过年了 你 咋整啊你说 我妈 现在还在医院等着这笔钱 等着这笔钱 等着这笔钱 救命呢 表哥 你跟你表弟好好说着 把那钱 给我要回来行不行 哎 表哥 我求求你了 你答应了吧 表哥 起来起来起来 咋贵下来快快起来 兄弟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我答应你 答应起来 兄弟 坐坐坐 你看你咋贵下来呢 谢谢表哥啊 刚才我听你明明白白的 你你给他干活 他没给你钱是不是 好 我走了 哎表哥 你不帮我摇闲啊 你懒着坐着啊 坐着等等你表弟回来 好好好 谢谢表哥啊 表哥多好 表哥 哎 哎 你表弟回来了 我去开门啊 嗯 哎呀你好 我是收眉气费的 收眉气费啊 对 表哥 哎呀表哥 你快快快快快 好好我这开窗 我透透气 哎呀这十八楼的多危险呢 我问一下谁是户主啊 他是户主的表哥 表哥也行 他是收眉气费的 对 收眉气费的啊 对我是收眉气费的 好啊那你收吧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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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说什么表哥 我今天你先别走 你先把眉气费给交一下再走 干啥让我交我 我又不是户主啊 那你不是他表哥吗 那等他回来再交吧 等啥呀等啊 我来多少趟了 您这表弟我根本就找不着人 我容易吗 我一天跑这么多趟 你给交了吧 不是这姑娘你说话 您得注意点 您这是堂堂王老板的表哥 难道差什么钱呢 表哥 你给他垫上 你给垫一下 垫就垫上 垫就垫上 没几个钱 多少钱 七百二 七百二 这咋这么贵 他个家放火了 我跟你说吧 就你那表弟都半年没交了 他能多贵啊 半年了 得七百多 表哥 能便宜点吗 大哥 这眉气费哪有奖价的呀 打折呗 不能打折 打折我自个儿就搭上了 你快点给店 表哥 赶紧你给他拿嘛 晚上你表弟回来就给你了 行给你 磨磨唧唧唧的 给他 谢谢啊 谢谢啊 差二十呢 就不能磨个零啊 大哥 你真不能磨灵 我磨灵 我磨灵 我自个儿就搭上来 你再找找表哥 你有吗 给的 我拿呀 我那钱没要来呢 你再找找 咋这样 马云龙 上来这碗也能吃二十块 拿着吧 我拿这碗有啥用的 我也没有这病 我不要 万一你老公有呢 我老公也没有 你老公公呢 你这人说话怎么气人呢 我们家非得得着病啊 给你 超二十我给你记上啊 下回 开发票 不开发票赠点料 吃饭呢 给你发票 下回你及时点啊 把第二十补上 别左一趟右一趟 老压我们跑 交点费这么费劲 行了 哎呀 不是你再一说话咋这样 表哥 咱不和这一样呢 你 您的工作 你啊 臭啊 我这谁当的 一位店没头找 搭了七百块钱 表哥你说啥呢 我说表弟太不像话了 我给店七百块钱 哎呀骗子了 回来就给你 我这咋的欠你二十块钱 你没瓦呢你 不是 大姐啊 刚才那个动作是你完成的吗 是我完成的 打的是我吗 打的就是你 你看就不吵人 不是 你谁啊整个进入就打人的 还敢问我是谁 他就那王老板吗 不是他是那个王老板那表哥 表哥 你看都不是什么好人一路货策 不是大姐你咋这么说 我咋说话呀 不是那个大姐你这也太猛了 你表哥人可好 哎表哥 你干啥去 你这么大头你怕他呀 那么让我失望你 我怕了吗 那你不怕你跑 我没怕我这跑吗 我那散步呢 我那 不怕咋的呀 还想再来一下的 我就跟你说 就你表弟那是什么玩意呢 那我妹妹感情不说 把他借了两万块钱 到现在也不还 还想把我妹妹给甩了 有他这样的吗 我来这一看就不熟悉的 这不就要跑吗 哎你说他是人吗 表哥你听听没 啊 你说你表弟那是啥人呢 那是啊 我告诉你表哥 这媒体费就成白瞎了 就你表弟那人 肯定不带给你的 什么玩意呢 那是是人吗 那是 他也不是人了 这是什么玩意呢 老板就留不起呀 老板就不干钱不给呀 老板就玩到人家感情吗 老板就干没心肺不交吗 我给你几百块钱 我还爱个大叔抱着 老板呢 表哥 老板出来 表哥 老板出来 你别让你表哥 那个他还没回来呢 咱没回来呢 坐等他 好好好 表哥你别想气啊 放心 你们俩的事儿 抱在表哥身上 哎呀那太好了表哥 哎呀妈那么太好了 大姐你看你出手太重了 谁不说这一巴掌打的 这不就是误会吗 哎呀妈来给你揉着吧 疼不疼啊 咋那么大 我妈都没打过我 千万别往心里去呀表哥呀 表哥你收我一起了啊 这事儿还得靠你 没事 靠你了 没事 天空飘来五个字 全都不是事儿 是谁就一字 哎呀 好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让我看清 让我放开 放手你的爱 嘿 嘿巴扎嘿 这谁摆的 上空呢 上午都来求财来了 气道 这门哪没锁呢 哎呀 我打小时起走烫屋了 这是我家呀 哎呀 哎呀 什么局面 哎呀 王老板回来了 我怎么要欠你俩钱 你这怎么还连家要来了 王老板我求请你说 回来了哈 你好 好 你才好的 这到底是什么局面 回来来 等会儿等会儿 过来过来过来 刚才也 别人也是那么打火的 来 怎么 竟打手来了啊 站起来 坐 上来站起来 上来站起来 啊 立正 我问你你说你这么大老板 你咋不办人事呢 啊 我问你 你怎么玩弄人家感情呢 妈呀 是我妹妹 对 她妹妹怎么玩弄你感情呢 不是 是她玩弄我妹妹感情的 到底谁玩弄谁呀 她玩弄我妹妹 对 你怎么玩弄人家妹妹感情呢 大姐呀 哪个是你妹妹呀 对啊 是啊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 我就那一个妹妹 我说你也咋这么没良心呀 我们两个人嘛 是发生点误会 什么误会 啊 你这不玩弄人家感情呢 把一妹妹抛弃了 还借了两万块钱 直到今天不给 你这屋手这么利索 你要跑是不是 我问你这钱 能不能还 能不能还 还 拿钱 大姐你查着的钱 哎呀 妈太谢谢你了表哥 是不是两万 是是是正好正好 另外她妹妹 让你抛弃了 她妹妹怎么办 明天上午登记下午就娶了 这还差不多 不犯罪 不犯罪 大姐啊 就这个人品 你妹妹嫁给的 我能放心吗 不行 分手 对 分手 我妹妹说什么 也不能嫁给你这样的 你什么人哪 这人品也太差了 跟你表哥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你看看你表哥 没情目秀 绑大腰远 一看就是好人 我呀 就是结婚结早了 我要是没结婚呢 表哥 表哥 我走 我我我 我懂啥 我懂啊 拿钱快走吧 那行 那表哥我先走了 太感谢了 谢谢啊 走 走了 表哥 拜拜 拜拜 我走了啊 好 你妈呀 表哥 那我那个家整个 别着急 你过来来 我让你过来 过来 过来 坐下坐下坐下 来 咱们坐一台来 坐下 我问你来 这小伙子跟你干什么活了 你怎么不给你钱呢 大哥呀 我最近手头太紧了 确实没有钱 没钱是不是啊 没钱啊 那 好 五哥呀 五哥 五哥 听着了吧 这小说他没钱呢 怎么办呢 啊 打他呀 哎呀 打他他可疼啊 疼也打呀 好 好好好 好 我听五哥的啊 我给 哎 打钱 钱 钱都在这儿呢 一分不少 兄弟查的钱 够不够 查的 哈哈 哈哈 表哥 谢谢 你看你咋又贵些了呢 兄弟 太感谢你了 表哥你要是不来 我的钱一半活的要不来 好兄弟 好兄弟 谢谢你表哥 好兄弟 你是大好人的 好兄弟 我佩佩这样的事 赶紧回家给老妈治病 好 好不好 再见 表哥你保证啊 好 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哎好表哥 你最好 哎好好好 保证上你啊 谢谢你 兄弟再见啊 好 有时间过来玩啊 哎哎好 好人 是好人 口啥呀 不是 大哥呀 我问一下 我看你那小伙伴都走了 你怎么不敢走呢 我不认识他们 我干啥和他们走啊 你不认识他们 对啊 你是不是在你家刚认识的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表哥吗 我也没有表哥呀 你没有表哥呀 我也没说你非得有啊 不行啊 咋的啊 那你怎么进来的 我敲门进来的 对啊 那你是小偷 你说谁是小偷呢 哎呀 对呀 我跟你说实话 我呢 真是小偷 我今天到你家来 我啥也没偷着 我就偷了一个这玩意 我还用不上 还给你 我虽然说到你家来 我啥也没偷着 但是我 收获了一个做人的道理 做人呢 要有正义感 有可能论金钱和地位 哥们和你没法比 要是论正义感 哥们抄你四圈了 我呀 我也不怕你了 我也想好了 在你家的屋出现 我马上到公安局 投案自首 那是为啥呀 多傻 为啥 我来告诉你为啥 我吧 以前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今天在你家 我当了一把好人 彻彻底底的 过了一把当好人的瘾 这种感觉 挺爽 所以说我要到公安局 投案自首 起心革面 重新做人 从此做个好人 到此 哥呀你走啊 这么晚了再待一会儿 不你真待呀 我想起来了 刚才你那个家 表哥给你垫了700块钱媒体费 我报了 不是哥哥 你也看见了 这钱都让你分了 我还哪有钱呢 要不这个你还是拿走吧 三分九软又回到我手 难道这是天意吗 难道我这辈子 就该得这种病吗 报应啊 我刺手去吗 好 这真不会是文卓老师 组内的选拔赛 是 这简直就是个动作片 就得啪一个 我出去啪又一个 你看人家啪啪啪 都是爆点的 每次啪一下观众就 对不对 每一个演员都可圈可点 都表演得非常充分 把自己的角色发挥得非常好 小峰演这个一正一邪的角色呢 我觉得也很出场 希望你们多努力 刚才小峰这个小品子 应该说和他这一贯的人物形象 包括乡村爱情里面的保安队长 都是很像的 就大体性格呢 这是一个相对愣一点 而且人物性格变化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人 假如在生活当中一个情绪特别稳定 或者老莫深算 或者始终卖萌很幼稚的人 他是不可能在这舞台上 有这么突然的一种转化 那么这个小品呢 从挖掘人性的角度来讲 这确实是一个可圈可点的 而且这个小峰在里边呢 可以说在人物里边 自然的往前走 我们并不会觉得他很突兀 因为这个人物就是个很冲动的人物 有一点我倒觉得有点瑕疵 就是这个结尾突然的拔钩 其实他在这时候还处在好人的这种 我要做个好人 相对来说懵懵懂懂的这种状态当中 如果他突然扒高 我要做个好人我怎么 一下就上升到个理论了 这个底就有点太白太漏了 这个底要再往会收一点 可能这个小品的效果就会更好 很好了 我觉得这表哥特别棒 就是所有的演员都在烘托 这个表哥的优秀的品质 虽然他前期是一个小偷 但后面通过一层一层的这种感情的递进 他改邪归正了 他觉得他要开始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其实你们中间掌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叫因果报应 有因有果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你前期种下什么样的种子 你未来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果实 那其实也是教育我们大家 就是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终究会有好报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今天再一次深刻告诉我们 真的要多做好事 是有因果报应的 谢谢 小品呢没什么痕迹 就作为最后的时候呢 是在两个不守规则的人 在一个小偷和一个 有赚了那么多钱的老板 我算是这个说可恶的 反倒不是小偷了 是这个老板了 这两个人在一个过程当中 小偷进屋又干了很多的 帮人别人的事 其实结尾已经告诉了大家 就人你做一些什么事 就是有一种因果关系 这就是结尾了 就后边说那行吧 我去他就问你是谁呀 我上空玩具 就结束了 我自首想就完了 这个就比什么都完美了 好了 好 谢谢